据台湾媒体报道 温兆伦近年常与网络发表个人想法 内容触及敏感议题 引起外界关注 昨天其在微博要求媒体以后做采访 都得先签协议 看不惯现今媒体做新闻的方式 温兆伦当其老师指手画脚 说自己最讨厌三个字 第一就是晒 感觉意思像是怕别人不知道 所以刻意地告诉别人 第二为秀 意思是夸大平凡 当作表演作秀 第三个则是自曝 他认为明明是采访者先提问 最后却变成乖乖回答的艺人中枪 根本就是在推卸责任 他打算采取激烈手段 以后所有采访 我都会主动摄录事实与签署采访协议 不愿意的话大家拉倒 他强调若继续遭到扭曲 自己将会以新闻播报的方式写微博 讽刺意味浓厚 完全不怕引起反弹 腾讯娱乐整理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温兆伦近年常与网络发表个人想法 内容触及敏感议题 引起外界关注 昨天其在微博要求媒体以后做采访 都得先签协议 看不惯现今媒体做新闻的方式 温兆伦当起老师指手画脚 说自己最讨厌三个字 第一就是晒 感觉意思像是怕别人不知道 所以刻意地告诉别人 第二为秀 意思是夸大平凡 当作表演作秀 第三个则是自爆 他认为明明是采访者先提问 最后却变成乖乖回答的一人中枪 根本就是在推卸责任 他打算采取激烈手段 以后所有采访我都会主动摄录事实 与签署采访协议 不愿意的话大家拉倒 他强调若继续遭到扭曲 自己将会以新闻不报的方式写微博 讽刺意味浓厚 完全不怕引起反弹 腾讯娱乐整理报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